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科学家通过天文望远镜观测到一些宇宙奥秘 并发现了奇特的景象 例如有人在月球上拍到了嫦娥 虽说事实性无法辨证 但是足以引起极大兴趣 而据脑补军了解林明浩出征古神星 也正一步步解开他的神秘面纱 小行星带的主角古神星 古神星位于火星与木星之间 小行星带上最大的天体 一度被认为是太阳系中的一颗行星 1766年 德国数学教师提丢斯发现 六大行星 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木星 土星 与太阳之间的距离存在着一个奇特的数列关系 以地球和太阳的距离为一个天文单位 这一数列可以写为0.4 0.7 1.0 1.6 2.8 5.2 10.0 而在2.8处并未发现行星 1787年 英国天文学家赫希尔在符合数列规律的下一位置 距离太阳19.6个天文单位附近 发现了天望星 这使得人们对这一数列规律深信不疑 根据这个定律 在数列的第五项即火星和木星之间 距离太阳2.8个天文单位附近 也应该存在一颗行星 天文学家们再次踏上了寻星之旅 但这一次的寻星之旅并不顺利 1801年 意大利天文学家皮利亚在新年之际观测到了一颗行星 并把它命名为古神星 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 古神星却消失了 数学家高斯通过计算预测了古神星再次出现的位置 这一预测不久就被观测所证实 古神星是小行星带上的第一颗被观测到的天体 也是其中最大的天体 引起天文学家们极大兴趣的是 它是太阳系内罕见的原行星 即处于萌芽状态的行星 后续发现的另一颗造神星要比古神星稍小 古神星的星体保存相对完整 有着太阳系早期行星形成时的信息 因为小行星带上的其他的原行星要么相互合并成为内地行星或行星的卫星 要么被甩出太阳系 所以古神星的存在成为了研究早期行星的第一手资料 林明浩对古神星的探索 近期天文学家对林明浩传回的最新观测数据的研究结果 宣布揭开了古神星上观测到明亮区域的谜团 这意味着人类揭开了小行星带中两颗最大天体 古神星和造神星的神秘面纱 2007年9月搭载在德塔尔2号重火箭上的林明浩 从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 开启了漫长的星际之旅 这是人类向小行星带发射的第一颗空间探测器 林明浩于2001年立项期间由NASA先后启动重返月球 和登上火星等计划 使得林明浩项目一度因为资金不足而被取消 后来在多方努力下再次重启 2011年林明浩到达小行星带上的造神星 开始了为期六个月的环绕观测 2012年工程师们操控林明浩离开造神星轨道 并于2015年成功到达古神星 开始了对古神星的观测任务 2017年10月 NASA决定让林明浩继续环绕古神星飞行 开始极低轨道的二次探索任务 直至燃料耗尽 2018年10月 林明浩下降到离古神星表面不到35公里的地方 拍摄到了迄今为止最清晰的古神星神秘亮区的图片 2018年11月 林明浩与地球失去联系 林明浩对太阳系中保留远古行星信息 最多的古神星与造神星的探索 为天文学家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林明浩拍到金字塔 不少天文爱好者 针对林明浩拍回照片来看 有一个金字塔形状的凸起 出现在了相对平缓的古神星地面上 预估高度是在5000米上下 这些巨型的金字塔闪闪发亮 经过探知其光点是反射了大量的太阳光 但是这个反射物质是什么呢 不禁让人联想翩翩 这些亮点物质看起来就像是一堆排列组成 坐落在一个火山坑的底部 有人断言说会不会是外星人在古神星上遗留下来的杰作 也有人说是冰火山喷泉等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无法进行有效论证 由于信息量非常少 所以古神星金字塔一直都是未解之谜 陨石坑神秘消失 为了进一步探测古神星 宇宙飞船在飞进的时候 发现了古神星上的陨石坑竟然消失了 对于这次发现 天文专家经过研究成 这个行星或许在经历一次重大的地质演变 于是就抹掉了这个巨大陨石坑 而飞船恰好就在这个时候 于是就拍摄到了这样的景象 古神星金线冰火山 当李明浩在抵达矮行星附近轨道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单独孤立的山 根据形状特性来分析 极有可能就是冰火山 大家对这个名字应该比较陌生 毕竟地球上是没有冰火山的 而在太阳其他星系就发现 古神星上冰火山似乎有着较高粘稠性的岩浆 呈现在大部分山岭中 但要说起来上述都处在观察猜想阶段 而且大部分与古神星上的神秘量区关系密切 如今黎明浩的探测数据让科学家揭开了高粘区的神秘面纱 2015年在黎明浩到达古神星之前 科学家就已经通过望远镜 发现了位于奥卡托陨石坑的明亮区域 但并未弄清楚它们的成因 受陨石撞击作用的影响 古神星表面明亮区域的亮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暗 而这片明亮区域的亮度表明 它们很可能是新形成的根据黎明浩传规的数据 科学家认为古神星上的明亮区域 主要是由碳酸钠组成的沉淀物 很可能是从地下渗透到表面的 富含碳酸盐的液体 类似于工业上的碳酸盐形卤水 以下称之为盐水蒸发后留下的高反光盐壳 这些距今不到200万年的盐壳表明 在古神星上仍然存在着活跃的地质活动 形成盐壳的液体来自于一个由盐水或负盐水组成的深水库 科学家通过研究古神星的重力情况 确定了深水库的深度约为40公里 宽度约为数百公里 陨石碰撞时的热量融化了这些本来以固态冰形式存在的盐水 并且使它们不断渗透到地表的火山口和裂缝 太阳系中导致冰层移动的地质活动主要发生在结冰的卫星上 这种活动是由冰层与行星的引力作用而驱动的 但盐水在古神星表面的运动情况并非如此 这意味着其他大型富含冰的天体 也可能有活跃的地质活动在古神星表面 盐水到达表面后会在几百年内迅速脱水 林明浩探测的数据表明古神星上面仍然有水 并且这些盐水一定是最近才到达地表的 这些证据表明在奥卡托陨石坑 盐水从地下转移到表面的过程仍在继续进行着 这些发现和证据都有可能改写我们对于地球上海洋起源的认知 而谜团的最终揭晓还有待科学家们的进一步探索 那么小伙伴们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到视频下方留言哦